在之前修斯多火箭完成了一笔大交易,他们送出安德森和梅尔顿,换来了太阳的汉将克里斯和赖特,而这一笔交易,也被于为梅雷封神一战, 因为他没有出任何的首轮选秀,全就甩掉了安德森的合同,早就去年国王可是向火箭所要二到三个首轮选秀圈才肯收安德森,所以梅雷真是化腐朽为神奇样,有不少的美媒和太阳球迷,也都不理解这一笔交易,他们认为火箭打转而太阳,就是火雷锋的存在,甚至有美国篮球专家认为太阳管理层的脑袋是否被铝踢了,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?太阳的总经理莱恩·麦克多诺今天就特别接受了媒体记者的采访,他主动谈到了上一笔和火箭的交易,并笑容满面非常得意, 麦克多诺说道,这一笔交易,对我们来说相当合适大传,克里斯在新秀赛季虽然看起来表现不错,但是戴上赛季你也看到了,他出现了大幅下滑,而且他和赖特一样, 都不适合科科什科夫和他的教练组,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新的理念,新的进攻体系,所以我认为安德森的投篮能力还有梅尔顿,在后场的攻防潜力,要比乃特和克里斯更适合这个体系, 很显然的是太阳总经理已经把话说的够明白了,火箭在这一笔交易中,就不能算打转甚至是亏惨了, 因为安德森加梅尔顿的组合要远胜于克里斯加赖特的组合,这是麦克多诺在这次谈话中特别提醒给所有人看的, 克里斯虽然才21岁,原本在新赛季经验之后,他应该会变得更强大,但却出现了潇滑,这只能说明, 克里斯确实不是一个潜力股,上升空间有限,相比之下火箭的20岁新秀梅尔顿,则更加具有潜力, 这家伙的成长经历和猛龙的巨星伦纳德非常相似,都是一防守器家,然后因为投篮手型问题,而导致进攻端不亮眼, 伦纳德在进入NBA被语为下一个报文,但是调整投篮手型后,伦纳德成为现役联盟前五的巨星,几攻防卫一体, 而梅尔顿也在大意识调整了投篮手型,这让他的命中率大幅提升,而且他的木把是贝弗利和布拉德利, 也就是说梅尔顿已经有了防守,作为自己的立足之本,再练出强悍的个人进攻能力, 他或许在未来会成为太阳的基石行球员,而且梅尔顿的投篮姿势和伦纳德几位相似, 满满都是巨星潜力,如果在未来或者下塞基梅尔顿,展现出巨星的影子, 这对于火箭真是一记暴击,他们失去了詹姆斯哈登的接班人。